今天有一个新的功能我一定要教你 如果你去到这里有一个叫做Quick Start 如果你见到的话 是一个新功能要更新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发生什么事 里面其实有几个功能出来了 我现在就进去给你看一看 我去到More 之后就Go to Store 你都知道进去的Store就是Galaxy Store 你会见到这里多了一点的功能 我现在介绍给你听有什么多新功能 我在这里可以按更新 未更新之前的话 我都会跟你说 这个更新是最近的事 6月20日2024年 我一按更新的话 你会见到已经更新了 我们等一等 之后我们进去之后 你会见到有多了几个功能 我们进去 一进去之后 多了什么功能呢 就是热点 热点是什么呢 就是 Visibility of Indicator Icon 这个始终是加拿大版 我说了很多次 所以变成我这个加拿大版 不可以转中文 但你们那边有可能 已经见到这个是中文版 那就没办法了 之后我们进去之后 是多了什么呢 就多了这个 热点 Hotspot 我都跟你说过 我自己整天都会 Hotspot给我的电脑 Hotspot给我的电话 完全类推 Turn on Mobile Hotspot OK I turned on Mobile Hotspot 你会见到热点是在上面出现了的 如果譬如说我觉得这里太多东西的话 其实我可以关掉它 变成这个热点就不在了 现在你就多了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 这个Quickstar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 你是不想在上面看到的 即是这一部分 如果你看到有些不想看到的话 其实你这里是可以逐个逐个消失的 尤其是这些热点的话 其实你真的不需要 一定在上面的 或者Battery icon 可以有些人就觉得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percentage 如此类推 你可以慢慢去看一下 哪些东西其实你是不需要用的 这里就有齐了 你可以调校的 之后 还有这里你就可以 调一下 你想这个bar 是怎样的 如果你想窄一点的话 你是可以调到哪样呢 哪处一点 那你变成了 这里就会窄一点 如果你说我要较阔一点的话 你可以调阔一点的话 那你这里就会较阔一点 而是来推 今天那个更新就是这样 很小的更新 就是这个的热点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热点的话 Turn off mobile hotspot OK 用big speed 我喜欢按住他 去说话 因为有时我说 Hello big speed 他有时会听得到 我宁愿按住他 变成了 我自己 自己调校 跟他说话 OK 希望这集帮到你 按subscribe 按按键 每一次新短片的话 你们是先通知的 这个就告诉你 新更新 在 热点上 OK 多谢大家收睇 下一集见你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